美国散户在社交媒体联手挟淡仓,终于引来美国拜登政府的关注,外媒报道。白宫发言人普萨基,Jan Saki,周三,27日表示。 美国财长耶伦和拜登的经济团队,正在密切关注GameStop和其他,租大量做淡的股票交易活动。普萨基并提到,GameStop不尋常的交易行为,正很好地提醒了我们。股市并不是衡量,我们经济健康状况的唯一标准。 三引号,GameStop股价在周三继续爆上,全日收报347.51美元。升134.84%,其他近日在网上平台。 获取捧的股票亦急标,AMC,黑煤分别收升301.21和32.66%至于Express亦爆升214.14。 美国正交会,Z表示,正密切关注近日股市及其权市场的波动,强调会维持保护投资者及公平,有罪,有效市场的任务。Z,逐指,正在与有关监管部门评估情况,并审视受监管的实体,金融机构及其他市场参与者的活动。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,拒绝致评个股GameStop急升的表现,但强调非常广泛地关注金融条件。同时密切审视非银行业活动。 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行政总裁,Edina Friedman此前表示,正关注社交平台的内容。 如果发现任何个股的异常活动,将会勒令股份停牌。 他并称,该交易所正与美国金融业监管局,Finner和Z正调查近日爆升的股份,是否涉及非法市场操纵行为。